欢迎来到我们的天下文章节目 今天我们有三则重要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伊朗和瑞典达成了一项囚犯交换协议 瑞典释放了因参与1988年伊朗大规模处决而被判终身监禁的哈米德奴里 而伊朗则释放了两名被关押的瑞典男子 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透露 这些瑞典人目前正在返回家乡的途中 接下来,瑞典武装力量表示 他们在波罗的海戈德兰岛以东地区 拦截了一架短暂侵犯瑞典领空的俄罗斯军机 瑞典外交部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并将召见俄罗斯驻瑞典使馆官员 这次事件再次凸显了瑞典和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局势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 以色列军方报告称 八名以色列军人在加沙地带南部阵亡 并打死至少19名巴勒斯坦人 尽管国际社会呼吁停火 但停火协议依然遥不可及 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 双方都在加强军事行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中国想让世界相信它可侵取台湾 但事实不尽然 法广美军现役中校科格指出 中国军力不像北京当局营造出来的那样强大 中国对台两栖攻击的规模将比二战诺曼地登陆更大更复杂 需要联合规划和协调 解放军缺乏这种能力 中央社6月14号华盛顿报道 美军现役中校科格专门说 中国想让全球相信中方能侵取台湾 但事实不尽然 他建议政策制定者多管旗下 反驳这套叙事 并保护人民不受中国恶意影响力活动侵害 科格是美国现役陆战队中校 负责作战规划 并在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 史考克罗战略安全中心 史考克罗战略安全倡议 担任非常著研究员 科格写道 中国事务观察家 应透过宣传和政治作战的视角 去分析中国人民解放军 与台湾总统赖清德上月就职后 在台湾周围举行的 联合力舰2024A军事演习 他说 综观中国对台持续施压 中国加速造船 逐渐使西方海军建设相形失色 以及中国扩大飞弹武器库 与延伸威胁范围等现象 很容易让人觉得中国不可战胜 其传达的讯息是 抗拒中国军事占领台湾 只是徒劳无功 中国想要的效果 他写道 考虑保卫台湾的美国盟友和伙伴 可能会怀疑与中国为敌的可行性和价值 台湾的政策制定者和选民 也可能被笼罩全台的武力威胁撒到 如果抵抗没有用 那么减轻未来统一的痛苦 对台湾和世界来说 或许是更好的选择 然而这种印象 正是中国想要的效果 中国希望全世界相信 中国已获得决定性胜利 任何人都无力回天 不过看透宣传即知 中国真正的军力虽然危险 却不像北京当局营造出来的那样强大 而是较脆弱 但若中国的影响力运动 强化了中国事务观察家的既定概念 那么这种宣传 或许会有效 科格写道 揭穿这种欺骗的本质 并揭发中国想掩饰的弱点 需要多管齐下 首先 政策制定者和分析师 要了解北京影响力运动的性质和深度 其次 必须意识到 中国在入侵时的相对弱点 和台湾能发挥的力量 最后 必须全面驳斥中国压倒性实力的叙事 并保护人民 不受中国恶意影响力活动的骚扰 跨海攻击的困难 科格认为 中国虽有封锁台湾周围的海空实力 但若这会破坏中国经济 尤其是国际贸易 那么维持封锁在战略上 也可能对北京不利 彻底的长期封锁 将为中国军事系统带来更大压力 他说 政策制定者应强调跨海攻击的难度极高 中国对台两栖攻击的规模 将比二战时期的诺曼地登陆更大更复杂 需要联合规划和协调 而分歧和政治分裂的解放军各军种缺乏这种能力 反制中国错误叙事 科格认为 反击中国恶意叙事 必须先发制人 首先 政策制定者必须在最大程度上向大众强调 并说明中国入侵时的弱点和台湾的优势 尽可能强化许多台湾人为自主而战的意愿 以及美国及其盟友伙伴在战斗中支持台湾的意愿和力量 此外 必须展现出持续抵御中国侵略的联盟与伙伴关系的紧固防护 以及台湾整体防御的实际效应 台湾应保护社会不受假资讯影响 应更努力在校园发展媒体适度能力 以培养不易被假资讯欺骗的资讯消费者 中国80后退休还有养老金吗? VOA中国的80后退休之前养老金系统可能已经耗尽 越来越多年轻人现在不愿意交养老金 经济专家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养老金系统早已接近破产 一直以来凭借政府补贴维持社保体系运转 现在看来延迟退休是在必行 而这项舆论反映强烈的政策修改 考验中国当局如何实行 61岁的金先生去年刚从北京 一间冲工业国有企业退休 他在这间公司工作了38年 担任冶金项目经理 国家有规定 60岁准时退休 到时间都得退 你想干都没办法 不像国外美国这么灵活的 他说金先生对他的养老金数额表示 还挺满意 算是比较高的 退休后 他终于能够来美国探望 就读博士班的女儿 并且正在规划下半年自驾游历中国 他对自己的退休待遇感到安心 不过他已经开始担忧 90后女儿未来的养老金 我有点担心 未来中国的养老金制度 我是想单独给他交一份保险 个人账户 给他做一个养老的补充 他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养老金坐吃山空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报告说 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 将于2035年耗尽 未来30年制度散养率翻倍 养老保险支付压力不断在提升 2019年 由接近两个缴费者来散养一个退休人员 到了2050年 几乎一个缴费者需要散养一名退休者 这份报告指出 中国养老金结余会在勉强维持几年证数后开始跳水 赤字规模越来越大 从包括财政补助的大口径情况下测算 养老金结余会在2028年开始出现负数的1月181.3亿元 到2050年坠落到11.28万亿元 如果不考虑财政补助 这个数字下降得更快 缺口也更大 中国法定退休年龄为男职工60岁 女干部55岁 女工人50岁 也就是说 到了2035年 年纪最大的80后男性 三位到达退休年龄 养老金就可能已经用完 独立视频人蔡胜坤对美国之音说 按照现行养老金收支比例 到了2035年 养老金势必没有办法延续下去 因为中国的老龄化问题非常严重 这是中国当局过往没有想到的 如果不采取办法 把养老金的窟窿堵住 80后将会拿不到养老金 中共过去没有清楚地意识到 老龄化的危险和紧迫性到底有多大 最主要的问题是 现在中国的就业市场相当糟糕 就业的人口比例也在下降 缴纳养老金的人群实际上在缩小 而领取养老金的又在快速地扩大 养老金结余非常亏空 他说 中国官方已经透露 可能修改政策 推迟退休年龄 官方数据显示 2022年 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 比前一年增加了1000万左右 而介于16到59岁工作年龄的人口 则为近900万 比前一年下降0.5个百分点 2022年10月 习近平在二十大上表示要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 不过至今未出台 具体方案 这项可能的变动在中国引起哗然 反对声浪强烈 延迟退休年龄是世界趋势 美国2021年将男女退休年龄从66岁逐步延长到67岁 并且鼓励延迟退休 日本法定退休年龄为65岁 2021年一项法案为有意愿工作到70岁的人确保就业机会 台湾法定退休年龄则为65岁 中国的法定退休年龄放眼世界显得年轻 这项规定在上世纪80年代确立 当时的时空背景和经济都有所不同 中国的平均预期寿命也从1960年代的43.7岁 提高到2020年的77.93岁 中国当今的平均退休年龄则不到55岁 蔡胜坤表示 一旦推行延迟退休 中国已经严峻的就业市场将雪上加霜 现在中国年轻人很多已经找不到工作 老年人再延迟退休 年轻人的就业市场将更加无望 他认为 唯一的解决之道是中国国有企业将利润注入到养老金 他说 中国有庞大的国有企业 现在存量的资产已经达到百万亿规模 每年利润有好几万亿 首先把国有企业的利润全部注入到养老金 这是唯一的出路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 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过去建立养老金制度的前提是 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活到领取养老金的年龄 因此缴纳少量养老金即可维持这个制度 但现在他们迎来了一大批在50多岁就退休的人员 而且他们的寿命大大延长 他说 另一方面 拉迪指出 中国养老金制度建立时 退休替代率太高了 也就是说 受这个制度覆盖的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工作人员 退休后可以拿到高额养老金 建立支出 甚至能拿到原收入的80% 但是这个制度不包含农村人口和为非正规部门工作的人 直到现在 国企和政府机构人员退休后 仍享有相对较高的替代率 这是这个制度的结构性问题 中国当局的疫情政策也加大养老金制度的危机 疫情期间 不同于美国等其他国家不同 中国政府没有向家庭进行大量的资金转移 而养老金缴费比率相当高 工人需缴纳工资的12.5% 企业也需缴纳12.5% 但中国政府对企业说 请不要在疫情期间裁员太多 即使你的工厂关闭了 而我们也不会给你补贴 但在这段期间 你可以停止缴纳社会保障金 拉迪说 这使得2021年和2022年的社保基金缴款大幅下降 因为许多企业面临不裁员的压力 人们保住了工作 也许没有拿到全额工资 但他们不必支付12.5%的社保基金 公司也不必支付另12.5% 这对已经岌岌可危的系统在家打击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中国养老金系统一直接近耗尽水平 拉迪说 我的观点是 社会保障体系基本上已经破产好多年了 从未积累任何大量的储备 他们每年支付的金额 大致等于他们收到和贡献的金额 所以他们从未建立储备 他们让这个系统继续运转 不想削减人们的养老金 所以他们通过将常规财政收入 转移到社会保障体系 来维持这个系统 我认为他们会尽可能持久 地继续这样做 拉迪认为 中国当局显然知道 必须提高退休年龄 但从政治上来说 很难实行 尽管习近平拥有绝对的控制权 但提高退休年龄这点相当不受欢迎 因此他一再推迟这项计划 他说 中国当局应该效仿美国的做法 逐步提高退休年龄 每隔一两年 宣布某个年龄段的人 退休年龄提高一年 这样即将退休的人 不会受到影响 退休年龄 也不会突然增加五年 否则 社会保障体系 将越来越消耗财政和常规财政资源 而财政资源占GDP的比例 实际上已经连续下降了近20年 因此 财政体系并不十分有力度 而用于支撑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 已成为政府预算中的一项重大支出 他说 年轻人不愿意交养老金 蔡生坤说 中国年轻一代 不愿意交养老金的情况越来越普遍 一方面大家已经对未来没有信心 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失业 一旦失业 养老金缴纳不能中断 不但要补上自己的部分 还得交所谓单位的一部分 对年轻人来说负担更重 另一方面 中国养老系统采双轨制 只要不是在体制内就业 即使交满二三十年养老金 未来拿到的钱 仍入不敷出 他说 对未来没有信心的年轻人 干脆就不交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很多年轻人有钱的话 他宁可自己买一些商业保险 可能到时候 也不会比现在国家发的养老金要少 这样的情况 现在越来越普遍 金先生的女儿金同学 对美国之音说 2035年养老金破产的一天很快到来 自己这一代 可能真的会受到很大影响 按照目前的生育率来看 自己交的钱 很可能以后拿不回来 在这种情况下 年轻人不愿意交养老金 是很有道理的 养老金的问题 也影响了他对育儿的看法 他希望未来能生养两个孩子 或多 少受到养儿防老观念影响 金同学说 中国现在人口好像是越来越少 但是为什么还是越来越卷呢 找不到工作了 这不是矛盾吗 因为人员少 肯定将来工作机会相对平均 每个人的工作机会就会多 但是可能有一个问题 就是工作机会的总数在减少 所以即使人口或者是劳动力在减少 但是机会也在减少 一想就好累啊 伊朗和瑞典交换囚犯 释放被判犯有战争罪行的男子 美国之音中文网 伊朗和瑞典星期六 6月15号同意交换囚犯 用因伊朗1988年大规模处决而被瑞典判处犯有战争罪行的哈米德奴里 交换两名被伊朗关押的男子 伊朗释放了为欧盟外交使团工作的瑞典人 约翰·弗洛德鲁斯 以及瑞典首相乌尔夫·克里斯特松 透露的塞伊德·阿奇兹 克里斯特松在X社交平台上写道 他们目前正乘坐一架飞机返回瑞典 很快将同他们的家人团聚 阿曼通讯社说 阿曼涡旋了这次交换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 奴里已经获释 将返回德黑兰 2022年 瑞典斯德哥尔摩地区法院判处奴里终身监禁 理由是他参与了处决 并透露他当年是伊朗卡拉基 市郊外戈哈尔达什特 监狱副检察官的一名助理 本文依据了美联社的报道 瑞典说 俄罗斯军机侵犯瑞典领空 美国之音中文网 瑞典武装力量星期六 瑞典战斗机拦截了一架俄罗斯军用飞机 这架俄罗斯军机星期五 在波罗的海哥德兰岛移动地区 短暂侵犯了瑞典领空 瑞典外交大臣 托比亚斯·比尔斯特罗姆 说 这次侵犯领空是不能接受的 瑞典外交部将为此召见 俄罗斯 主斯德哥尔摩的使馆官员 比尔斯特罗姆 在给路透社的电邮评论中说 我们正就我们临近区域内的事件 同盟友和伙伴们密切联系 俄罗斯驻瑞典使馆 没有立即回复评论的要求 瑞典武装部队在声明中说 派出几架英诗战机拦截一架俄罗斯的苏-24飞机 这架飞机之前未能回应军事航空管制人员的无线电警告 瑞典空军司令霍纳斯·威克曼说 事件显示对瑞典领土完整缺乏尊重 他说 我们跟踪了整个事件的过程 并准备干预 北约最新的成员国瑞典和几个新盟友 星期五同时在波罗的海参加海军演习 瑞典军方说 俄罗斯飞机上次的类似侵犯发生在2022年 当时两架苏-27和两架苏-24军机 在哥德兰岛附近侵犯了瑞典领空 瑞典领国芬兰也在星期五说 怀疑四架俄罗斯军机在6月10日侵犯了芬兰领空 本文依据了路透社的报道 拉法战斗继续进行 八名以色列军人阵亡美国之音中文网 军方说 八名以色列军人星期六在加沙地带南部阵亡 以军同时继续推进南部拉法城及周边地区 并攻击了加沙几个地区 打死至少19名巴勒斯坦人 哈马斯武装派别之前说 战斗人员在拉法西部的特尔苏丹地区 伏击了一辆装甲运兵车 打死打伤一些乙军人员 乙军过去几个星期一直在当地推进 乙军坦克在特尔苏丹前进 炮弹落在几万名巴勒斯坦人 躲避的当地沿海地区 尽管要求停火的国际压力增加 但一份停火协议依然似乎遥不可及 乙军空袭了加沙城郊区的两栋房屋 居民说至少15人被打死 医护人员说 4人在南部的另外攻击中被打死 乙军星期六说 乙军在拉法城地面和哈马斯修建的广泛地道网络内 缴获了大量武器 乙军说 激进分子星期五从加沙中部人道地区发射了5枚火箭 其中两枚落在以色列的开放地带 三枚落在了加沙 军方说这进一步证明加沙地带的恐怖组织为了发动恐怖攻击 而将人道基础设施和平民人口当作人盾 伊斯兰圣战武装派别圣城旅 星期六说 以色列只有停战 并从加沙撤军才能重新获得其人质 圣城旅 一名发言人在电报平台张贴的视频中讲了这番话 伊斯兰圣战是哈马斯的一个娇小盟友 以色列统计说 哈马斯10月7日攻击以色列南部 造成1200人死亡 软买50多人沦为人质 巨星有100多人制依然被关在加沙 但以色列有关部门说 至少40人被宣布死亡 11月的一个星期停火后 安排停火的不断努力都没有成功 哈马斯坚持永久停战 以军全部撤出加沙 以色列总理本亚明内塔尼亚胡 拒绝在铲除哈马斯前停战 加沙卫生部说 至少37296名巴勒斯坦人 在以色列铲除哈马斯的军事攻势中被打死 包括过去24小时被打死的至少30人 本文依据了路透社的报道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